多伦多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六月早晨 可真是给15岁的沙米尼阿南达威尔 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这丫头兴高采烈地出了门 却再也没能回家 谁能想到 这一走就是永别呢 她的失踪 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摩河 揭开了一个长达数年的悬案 牵出了一个利人毛骨悚然的嫌疑犯 以及一脸串让人不寒而栗的世界 1999年6月12日上午9点 沙米尼像只快乐的小鸟一样 跟父母道别 准备去开始她的新工作 可怜的姑娘啊 秘密给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她爸妈以为她是去当接线员 这工作之说是楼里一个邻居帮忙介绍的 但她的朋友们却说法不已 这前后矛盾的说辞 就像是悬案中的第一根刺 扎得所有关心她的人心里之疼 警察的调查就像是在迷雾中摸索 有人说在上午10点半左右看到沙米尼 独自坐在费尔维尤购物中心的长椅上 像在等待王子的公主 又有人说在11点45分左右 在购物中心北边的花生广场 看到了她的身影 仿佛是在寻找什么 这些黎明散散的目击信息 就像是散落在迷宫中的面包器 引导着警察在真相与谎言之间来回打转 然而真相往往比想象中更加扑朔迷离 警察在沙米尼的卧室里发现了一份空白的工作申请表 上面印去地铁搜索部门的字样 这份申请表成了案件中的一个关键谜题 它看起来普普通通 却处处透着诡异 拼写错误 措辞怪异 只要求填写姓名 出生日期 地址和年龄 没有工作经历 推荐人或社保号的栏目 这份身心表就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目的是把沙米尼骗到他最后遇害的公园去 看来 这个地铁搜索部门的工作 比地铁还要生不可测啊 警察认为 沙米尼可能是被骗去参与一个所谓的反毒品警察行动 这个猜测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一边揭示了案件的可能真相 一边又引出了更多的疑问 警察为什么要等到发现沙米尼遗害六个月后 才公布这个关键证据 马特克朗是一位有三十多年经验的老警察 也是沙米尼案件的主要调查员之一 他说 沙米尼失踪后 当地警察立马就联系了凶杀案调查组 沙米尼可不是那种典型的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女 他但父母关系亲密 缺席成绩优秀 还盼着即将到来的毕业典礼呢 他性格稳重 不是那种冲动型的人 这只是因为这些特点 他的失踪案 才引发了大规模搜索行动 直升机 在购物中心地毯室搜索的志愿者 还有几十名警察 都参与其中 这阵仗简直比找国宝还隆重 就在沙米尼失踪的第一个晚上 他父母就敲响了邻居的门 因为沙米尼之前说 就是这位邻居帮他找到的这份工作 结果 他们敲了半天门 愣是梅尔印 这个神秘的邻居 就是斯坦利·蒂佩特 他两桌前就已经搬走了 这位蒂佩特先生 可不是什么善差 斯坦利的背景 简直就是一本 让人不寒而栗的传记 他出生在多伦多地区 一个单亲家庭 跟母亲和两个兄弟 一起住在政府提供的连租房里 斯坦利患有特里·彻克林斯 总和成 这是一种音响语言 听力 以及面部骨骼 和组织发育的遗传病 他的耳朵大小不一 一只比另一只低 眼睛向下倾斜 面部结构略显凹陷 因此 斯坦利上学时 被分到听力诈碍的特殊教育班 经常被同学和黎米孩子欺负 他母亲没少为这事报警 这家伙从小就是个悲剧 命运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到了20出头 斯坦利和他老婆孩子 坐在阿南达维尔家楼下 1999年 斯坦利说他的楼里很多孩子都很熟 有时候会带他们去附近的游泳池游泳 还教一些孩子柔道 斯坦利还对一些孩子吹牛 说他面不其形是因为在警察炸弹处理小组工作时出了意外 这些鬼话就像是他编制的一张巨大的谎言网 把那些无辜的孩子们都笼罩其中 警察之所以对斯坦利产生兴趣 不仅是因为沙米尼父母说是他给沙米尼介绍的工作 更是因为他有冒充警察的千颗 他有件背后绣着警察字样的夹克 有时还拿着警棍在炉里巡逻 然而斯坦利的问题可不止于此 1998年 他等邻里一群男孩说自己是警察 借此没收了其中一个男孩的自行车 一个多月后 大楼管理员报警说 斯坦利试图进行一次假逮捕 这次行为就像是一连串的警钟 却没人当为师 这小伙简直就是个行走的定时炸弹 随时都可能爆炸 对让人不安的是 斯坦利的问题行为可以追溯到更早 1991年 16岁的斯坦利偷了一位老师的钥匙 闯进教室 还点着了老师的桌子 这小子从小就不是水油的灯啊 一年后 斯坦利被指控跟踪一名年轻女子下公交车 并攻击她 法庭记录显示 她从后面接近受害者 用手臂还住她的腰 用玩具枪指着她的头 把她拖进一条小巷 明明她躺下 这位机智的姑娘声称自己有艾滋病海再来月经 这才得以逃脱 这起事件就像是一场可怕的狱野 于是未来可能发生的更严重的罪险 回到沙米尼的案子 她的遗骸是在1999年10月被一堆父子发现的 他们在东藤河公园地带散步时 发现了一具浅埋的尸体 随后警察搜索发现了头骨 一些肠骨和下颌骨 通过牙科记录 警察确认这些遗骸属于沙米尼 遗骸被发现的地点靠近唐河 就在一根倒下的圆木旁边 现场惨不忍睹 被蛟狼撕咬的支离破碎 沙米尼的遗骸散落在树林各处 法医后来的挖掘工作发现了一些头发和蓝色指甲 这跟沙米尼失踪当天图的指甲有颜色一致 这些细节就像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拼图 慢慢拼凑出案件的轮廓 然而由于沙米尼失踪已经四个月 加上夏季的高温 现场靠近胶廊窝 以及山谷中的洪水 警察根本找不到任何凶手的DNA 在调查过程中 警察多次询问斯坦利关于沙米尼失踪的情况 但始终没有对他提出指控 调查员马特认为 斯坦利是用工作机会来诱骗沙米尼 特意选了个需要保密的工作 好阻止他向朋友和家人透露信息 根据马特的推测 斯坦利把沙米尼安置在东唐河公园地带 给他一些工具 让他监视毒贩 然后斯坦利去做了他的割草工作 之后回到沙米尼所在的地点 夺走了他的生命 并埋葬了他的尸体 之后他在岳父母家洗了衣服和车子 然后把车开到当地的修车厂 装心拧勤 这家伙可真是个狡猾的狐狸 把一切都安排得滴水不落 马特坚信斯坦利依旧是凶手 事实上 在第一次损讯后不久 马特说斯坦利以大约10美元的价格 把他的车卖给了一个非品站 尽管他刚花了约11000美元 装了新引擎 警察在车被压扁之前把他扣下了 但在车里什么也没找到 调查人员注意到 车的后备箱内秤已经被拆掉了 警察还认为 在沙米尼卧室里发现了 那份伪造的工作申请表是斯坦利给他的 这份申请表用的是热鸣纸 这种纸预热会变色 通常用来打赢收据和戒级终端 在沙米尼死后的几年里 斯坦利继续引起警察的注意 2000年 他被指控跟踪一名杂货店的收银员 虽然没被起诉 但他被下达的禁止进入超市的命名 还被要求远离那名女性 几年后 斯坦利和他家人搬到了安达略省的克林伍德 这是个位于乔治亚湾南端的滑雪小镇 离多伦多大约两小时车程 在这里 斯坦利因骚扰他的女邻居而被定罪 法庭文件显示 当这位25岁的姑娘拒绝了他的求爱后 他还不依不饶 他会停车在他家门前 坐在那里盯着看 他还向儿童援助协会 虚假举报他虐待自己的小儿子 2005年6月 他被判缓刑 随后 斯坦利和家人搬到了安达略省的彼得伯勒 警察说 从他到那天起 他就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主要是因为他因之前的跟踪行为而出于缓刑期 第一个麻烦的机场出现在斯坦利 据说给一个12岁的女孩 提供了一份在YMCA的假工作室 女孩告诉了他妈 他妈报了警 但没有提出指控 看来 斯坦利不仅是个罪犯 还是个职业介绍所 专门给未成年人介绍假工作 没过多久 类似的事又发生了 斯坦利在当地的沃尔玛 接近了一名正在找工作的年轻女性 记录显示 斯坦利至少三次出现在这名女性的家门口 有一次还留下了一张签名为杰森的生日卡 他还告诉该女子 他在YMCA的工作职责将包括为警方做事 当斯坦利几天后在塔可中再次遇到这名女子时 她开始责骂她 说自己已经承诺给她工作了 法庭记录显示 她甚至带着一份申请表来到这家快餐店 这名女性觉得她很奇怪 于是直接联系了YMCA 但被告知没有空缺职位 也没有名叫杰森的员工 于是她报了警 警察随即逮捕了斯坦利 搜查了她家和面包车 他们在车里发现了胶带 绳子 塑料布 塑料扎带 在驾驶座下发现了一把锤子和一把刀 在斯坦利家的地下室里 还藏有一把气枪 斯坦利承认犯有刑事骚扰罪 被判处两年监禁 斯坦利不仅是个罪犯 还是个全能工具人 什么工具都准备弃全了 但是对斯坦利最严重的指控 发生在2008年8月 8月6日午夜左右 斯坦利开车回家时 约到两个醉醺醺的年轻女孩 在街上亮翘而行 斯坦利提出用她的面包车 载他们一城 把其中一个女孩放在公园后 她开车带走了另一个12岁的女孩 这个孩子后来被发现时 下半身赤裸 躺在安大略省的一所学校外 当女孩被发现时 邻居们纷纷报警 他们一直听到尖叫声 警察到达现场时 看到一个男的正朝着学校后面停车场的 一辆红色面包车走去 这家伙根本不听警察的停止命令 直接跳进车里 甚至不惜冲上路沿逃跑 一名警官展开追捕 但最后因为小镇宁静地住在街道上太威胁 而不得不放弃 不过 这名警官成功记下了面包车的车牌号 还看清了司机的长相 他注意到这个男的头部和面部特征非常独特 这个司机后来被确认 就是斯坦利迪佩特 警察在奥沙瓦发现了被遗切的面包车 这辆作案工具 居然还大摇大摆地登机在斯坦利迷下 警察在车底发现了两个用户的避孕套 受害者的衣服则在学校附近被找到 就像是什么变态的战利品展示 虽然警察收集到了DNA样本 但数量少得可怜 根本不够跟任何人匹配 只能确定属于受害者 这简直就是在跟警察玩捉迷藏 你说弃人不弃人 2009年12月 尽管斯坦利一直在喊冤 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最后被错判了 但法官可不吃这一套 这位无辜的斯坦利先生 还是被探了七项罪名 包括绑架 性侵犯 和性干扰 这份成绩单可真够丰富的 斯坦利给自己编了个精彩的案件 他说自己正在当好戏人送女孩回家时 突然被两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男的给劫持了 这两位神秘人 把他扔出车外 然后开着他的车跑了 斯坦利说他摔进沟里 还不得不自己爬出来 然后他走了一小段路 给老婆打电话 叫了辆出租车 坐车去的父亲叔叔家报案 这家伙的想象力可真丰富 便安静得本事一流 斯坦利审判中的证据 倒是有点意思 在女孩的背心上 发现了来自两个不同男性的经验痕迹 这似乎支持了他被劫持的说法 但是这些样本小的可怜 精子细胞数量远少于正常的性行为后 应该出现的数量 在斯坦利的审判中 一位法医专家给出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洗衣转移 就是说一种物质的微量 可以在洗衣过程中 从一件衣服转移到另一件衣服上 这下可好 斯坦利的不在场证明 瞬间就变成了笑话 法官最后认定斯坦利有罪 还特别指出受害者的衣服上 只有他自己的DNA 斯坦利不服气 提出上诉 结果又碰了一鼻子灰 上诉法官倒是承认 出身法官在最初的裁决中 没提到男性经验细胞确实是个错误 但这个错误并不重要 事实上他指出 男性DNA并没证明什么 样本不够多 无法跟任何人匹配 DNA既没指向其他人性 亲了这个12岁的女孩 也没定斯坦利的罪 他就是的不出截了 其他证据 包括目击者证词 所以定斯坦利的罪 2011年10月 斯坦利被宣布为危险罪犯 被判处无限期监禁 这意味着 这位好心人可能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了 斯坦利在2018年申请假释 结果被一脚踢开 现在他被关在比福克里克监狱 这是个位于安大列省度假需中心 格雷文赫斯特的中德安全级别监狱 在发生了一连串暴力事件后 他从更靠近彼得伯勒的沃卡沃斯监狱 被转移到这里 看来 这位邻居大叔在哪都不受欢迎 斯坦利在监狱里的日子 估计不好过 一方面是因为他那张独特的脸 另一方面是因为监狱里那套江湖规矩 你们都懂得 那些伤害儿童的人在里面可是最不受待见的 不过对于2008年那期最严重的指控 斯坦利还是死不认罪 说到斯坦利的精神病学大案 那简直就是一本变态心理学教科书 医生把它描述成一个寻求刺激的人 一个冲动的家伙 患有人格障碍 他爱骗人 还是个自恋狂 但说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得回到阿南达维尔家族 毕竟他们才是这场悲剧的真正受害者 如今他们处在沃泰华 是在发现沙米尼的遗体后不久搬过去的 他的两个兄弟都说 他们对那段时间没什么记忆 要么是忘了 要么可能是把那段记忆给封锁了 但他们都相信斯坦利就杀害他们姐姐的凶手 这种失去亲人的痛苦 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吧 沙米尼的谋杀案被立为1999年的第36期凶杀案 现在还是个悬案 这意味着警察已经山穷水尽 没有可以追查的线索 负责多伦多警方冷暗调查的加兰特说 他的团队在2011年 收到新信息后重新调查了这起杀人案 可惜的是 不管是90年代的调查 还是2011年的调查 他们都没能搜集到足够的证据 来逮捕任何人或提起公诉 加兰特不肯透露具体是什么新信息被提出 但时间点正好跟斯坦利的危险罪犯听证会吻合 说到冷暗 那真是让警察头疼的存在 这人可能已经去世或搬家了 时间流逝可能会抹去记忆中的细节 细节往往会被遗忘 就像沙子从指缝中溜走一样 总结这个案件 这个斯坦利 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灾难 从小就被命运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长了一张让人过目难忘的脸 结果 他非但没有努力成为一个好人 反而把自己的特殊之处 用在了作恶上 他那是假冒警察的把戏 简直就像是在演一出荒诞剧 也会是炸弹处理专家 也会有事击土警察 这位警察心事的角色 跳转得比变脸还快 他是连他自己都分不清 自己到底是哪个部门的了 要是警察区真的有这么个人才 那可真是警戒的一大奇观啊 他那辆面包车 简直就是个移动的犯罪工具箱 胶带 绳子 塑料布 这配置 怕是连专业的绑匪都要自探不如 要不是因为他是个罪犯 说不定还能去当个搬家公司的老板呢 斯坦利那些荒谬的辩解 简直就像是在给编剧们上课 什么被两个神秘人结识啊 什么摔进沟里啊 这剧情 怕是连三流编剧都不好意思写出来 他那份精神病学大案 简直就是一本行走的精神疾病诊断 与统计手册 寻求刺激 冲动 人格障碍 爱说谎 自恋 这配置 怕是连精神病学家都要叹为冠军 这个案子告诉我们 生活中真的有某鬼存在 而且他们可能就藏在我们身边 带着善良的面具 所以啊 各位观众朋友们 可要擦亮眼睛 提高警惕 别让那些看起来人出无害的邻居大叔 把你骗进他们的地下室 对于斯坦利利佩特就位邻居大叔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你觉得他会不会在监狱里好好反省 还是会继续编织他的谎言呢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记住啊 出门在外要多加小心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 特别是那些自称是警察的邻居大叔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